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的闪光灯 或者说是这种照明灯吧 它的全名叫Wireless LED Flash 也就是说无线的LED的这个就是照明吧 或者说是闪光灯的意思 当然它也可以在黑暗的时候 这个一直就是当这种光源去使用 好,现在我们把它给拆开看一下 这也是我在网上跟我这个镜头一样 当时我作为视频大家可以往前来看一下 跟我这个视频,跟我这个镜头一样 我也是在网上调查了很长时间找到的 相对来说最为专业的 这个而且效果最好的一种照明的这个灯 它叫Eye Blazer,Eye Blazer 2 这个亮度就要更亮一点 我们看啊,放到第二档的时候把手放到它的背后往下搓变成冷光了 再往上打,它就转变成这种暖色调的灯了 你看 它可以来回的调,对吧 所以这就是看你的这个这个拍摄需要了 然后再按一下就关掉了 然后呢 它送了这么一个 这个当然可以挂在钥匙链上了 这个很柔软的 感觉像避孕套一样 你看我们把这个东西 孕套一张 感谢观看 等一会我琢磨琢磨这个东西怎么灌 好 看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架子 看着挺容易断的 实际上非常结实的一个 你看我们把它给把这个东西套在架子上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卡在手机上了 哎 上边一点 卡成这样对吧 这是我把这个灯放上来 这样以后我在摄影的时候呢 这块直接就可以有一个灯了 平时这个灯不用的话呢 就别在我的钥匙链上 这灯充一次电可以用一个小时 其实足够了 我买这个主要的作用是等这个万圣节的时候 小朋友们晚上出去要糖的时候 那都是黑夜对吧 所以这个光打着至少可以看见小朋友们的脸 好 这个是充电线 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作用啊 我们现在在这个苹果的APP上去下一个软件 它有一个APP 名字叫这个Shotlight 大家可以看 这个东西你把它点开以后呢 当然你先要把蓝牙给匹配上 完了以后这个 它这个其实跟这个一般的照相的东西没什么区别 你看这可以点这个摄影摄像 然后这块调这个每一帧多少frame 对吧 这其实就是一般的这种摄像的这种软件 实际上你没有必要下它这个东西 你直接用你的这个iPhone自带的 大家看我的这个苹果默认自带的这个照片 照相这个APP可能跟大家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装了一个插件 因为我需要我经常用这个摄影或者摄像 所以这装了一些比较就怎么说呢 专业一点的这种插件吧 当然这都是提外话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怎么用啊 当你匹配完了以后 你直接双击这个屏幕 它就可以等会我没开这个 刚才待机太久了 你只要双击这个这个大家看这个蓝颜色的这个 它自己就可以照相对吧 所以你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东西插在你的手机上 双击 它自己就照相了 这样的话呢 因为你如果单照单碰这个的话 它可能不会 它这边不会闪光 所以你单击两下 它的这个光线就会大 就会亮一点 刚才我的这个这个灯光啊 开着的 我现在把灯光关了 比方说现在前头是黑咕咚咚的地方了 对吧 我现在单击两下双击两下这个 它这灯光亮起来照完了以后自动就又灭了 这样的话呢 不用一直开着浪费电 这是给照相的这个这个朋友们使用的 但是如果你要是摄像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开上第一档 或者开到更亮的第二档 然后比方说如果需要暖色调的话 对吧 对吧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灯光我们现在去试一下啊 我们去试一下 它在黑暗的地方照着什么效果 正好要录像的时候 这些小朋友们放学回家了 对吧 下午三点半 好 那个你们俩进到这个洗衣房里 我们进去试一下我们的这个灯啊 好把这个灯一开一下 诶这是第一档感觉不错吗 这这是第一档就已经很亮了 对吧 我们看感觉第二档 哇好亮啊 哇哦 这是在黑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么照相了 对吧 如果我关了的时候呢 是完全的黑 这是我你看我把这个门关上 哦一下彻底就黑了 对吧啥也看不见了啊 第一档看着 耶 好亮啊 第二档 哇哦 效果好棒啊 对吧 黑天的时候拿着这个就可以在外头给你们这个录像去了 对吧 而且你看我的两只手是完全没有这个拿着这个灯 因为这个上头这个架子可以把我的这个灯放在这个上头 好 好 好了 这是我整个这个在外头摄影的一套设备 首先我这个地方呢 需要有一个呃 录声音的专业的一个彩声的这个画桶 然后上头呢 有这个呃 一个专业的镜头 还有一个闪光灯 然后这块就是一个手把手柄 我可以直接用来这照相 所以声音和灯光 这个是一个 这上的这个呃 镜头非常不错 这是一个专业的广角镜 除了这个手持的这一套设备呢 我还可以用我这个专门 我自己做的这一个架子 是一个稳定器 对吧 这个之前我在视频里也给大家看过 所以都是非常管用的东西 一个你喜欢咱们的 那个视频 就关注咱们吧 If you like our channel Please subscribe by bwd6